像过去的18天来一样 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 上午8点30分准点抵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准备查访 加油 加油 我可以加油 洪区 抗疫医院中重症隔离病房的别称 2月20号 73岁的李兰娟进入洪区重症监护室 探视8位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病情 中兴社多媒体记者获准独家跟随李兰娟见证全程 记者看到 李兰娟沿走廊一间间进行查访 在病床旁 同病患做手势沟通 给予鼓励安慰 与同事了解人工肝治疗及病人情况 并观察治疗设备显示仪 因为原人看跟 直接跟病人面对面看是不一样的 我们医生我觉得还是需要面对面的了解病情 看看病情的变化 然后这里决定这个治疗的方案可能会更好一点 五大人民医院东院目前有患者700余人 其中大多为重症及微重症病患 据院长萧红军介绍 目前对这些病例治疗趋势整体向好 院士团队用人工肝等技术进行积极治疗 有八例病人已从微重症向重症转移 李兰娟团队将应对其他疫情总结的 四抗二平衡治疗方案应用于武汉 据通报 武汉市2月19号新增确诊病例615例 湖北全省经核检确诊病例新增349例 两项数字相较近期出现较大下降 李兰娟对此指出 当前各级政府控制疫情措施的力度很大 按照此趋势下去 不用太长时间 武汉的疫情便能得到控制 在李兰娟看来 不能单从确诊疑似病例等数据下降 来判断疫情拐点 如果所有的感染病人都找出来 那就是拐点到了 如果你所有的感染病人都找出来了 那这里就是拐点到了 因为你都找出来了 我有多少人 有几万人 哪怕十万我也不怕 对不对 你找不出来 安然在那里 谁都难说有没有拐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就会不会再来 说不出来 不出来 他就会帮你 表面 成立的 让你 是 不出来 你 绝对